現場這一集來跟大家聊聊什麼呢 就在剛剛我們其實有訪問到行政院長蘇貞昌 關於這個高雄最近這幾天啊 槍擊案頻傳的消息 結果他居然講出了這句話 什麼話呢 他說 欸 突發的治安事件 情殺仇殺難免 這句話聽起來其實喔 有點奇怪了 因為其實治安的問題 不光是首長還有一些相關部會呢 難道不用做進一步的深重啊 講到這裡我們先請到 國民黨委員來跟我們一起來聊聊 委員可以跟我們網友達聲招呼嗎 大家好 我是葉玉蘭 對 我們今天呢 為什麼這個主題就是要訪問到葉玉蘭委員 因為呢 他其實也是這方面的專業 就是你聽到這樣的講法啦 就是警察辦的當然也是非常的辛苦 但是身為行政院長 針對現在治安什麼的不好的狀況之下 居然講出情殺仇殺難免 這個說法你聽起來怎麼樣 這是佛系說法 那我覺得這個蘇院長這幾天 其實對警察都還不錯 也沒震怒 如果照過去他的標準來講 不知道要換幾個這個 對 因為我們看到其實去年曾經有一個 我記得也是非常優秀的一個 斗六分局長 是因為他們有一個派出所門口 在清晨四點多 那時候警力非常不足的時候 又發生槍擊案 那大家說你把警察當塑膠 結果這個分局長就被就被下架了 就被砍掉了 對 連分局長當不了 因為他原來他是馬上要升這個 這個督察長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 如果要照這個 照這樣子的這個標準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蘇院長 應該要話還要再講更重一點 不是這樣輕描淡寫的說 情殺仇殺難免的 那本來治安就不是一個很簡單的工作 你就是要下苦工 那要更嚴肅的來面對 蘇院長絕對是這方面的專家 但是過去這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太雙標了 比如說韓國瑜在的時候 就這個絕對 韓國瑜讓人不得臭頭去 但是現在 不只被罵爆 這個局長可能也會被院長一個一個 整個反而換到哪一個去 但是因為現在這個局長 當然他才剛剛去沒多久 可是如果 如果我們少一點政治力的介入 比如說你這個院長要震怒 或者是這個部長說 我要親自下去作證什麼這些 都是因人設施 這樣就不好了 那你乾脆就告訴我們 我現在要求這個警政署長 這個針對 這個不可以 不可以這麼輕忽嘛 要好好去看 那槍彈從哪裡來的 你有沒有繼續掃黑 那情仇殺 好像你要把這個台灣講的 如此的 如此的暴力 只要為情為仇 這個砍一刀開一槍沒什麼關係 這個絕對不可以 對其實這個聽起來不光是對於 受害家屬的二次傷害 對於全民來說更是聽起來說 那所以下一個會不會就是我 因為這種事情難免啊 這其實也會造成社會動盪的破案 這樣講不錯 當然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們要告訴他說 這個殺人本來就是最嚴重的暴力犯罪 這種暴力犯罪我們警察絕不寬待 一定會快速破案 所以有任何問題 你有為情為仇好好的 我們有調節委員會 那你如果為了情 我們還有很多NGO可以協助 然後那個也可以找律師嘛 誰規定你一定要這樣子 就一定要情人看到 變成恐怖情人 這沒有必要的 對講到這裡我先插播一下 剛剛我們在對談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很多的國民黨委員 從我們身邊經過 然後跟委員也都穿一樣的衣服 對他們要去哪裡呢 來跟大家講你們現在要去哪裡 我們現在要到中選會去 因為我們這個國民黨 推出了兩個公投 一個是這個公投綁大選 另外一個就是反萊豬的 都已經衝破了70萬 70萬個這個二階段的連署 二階段本來是29萬就夠 但是我們也很擔心他們來玩音的 就是從嚴審核 比如說我現在的這個戶籍是在龜山 桃園龜山那個龜很難寫 那如果我把它寫成 檢寫的龜可能就會被剔除 所以我們就是料敵重犯 我們中了海量的 就70幾萬過去 對而且講到這個你看 現在你兩個公投 就是其實這個門檻 已經超過非常多了 那再看到現在的藻礁公投 對他們要破60萬了 對也是快破60萬 會不會造成一個所謂的共犯效應 就是他們會一起衝高 8月28號的公投投票率 當然就好像我們看到兩年前的公投 綁大選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議題實在太廣泛了 有比如說反和的 永和的 或者是反同 永同的 那所以各自都會去號召 那既然你已經去了 不會只投一個了 你會四個都要表態 所以這是為什麼這個執政黨刻意的 一直淡化處理 都不希望他破關的原因 然後甚至還一直把藻礁公投 跟你們綁在一起 對 沒錯 藻礁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藻礁其實絕大多數的 藻礁的這個 就是去倡議的這些團體 最早其實都是去找民進黨的 那現在我們只是覺得 永續經營 永續發展 台灣的永續發展 環保 當然也是我們國民黨的重點項 好 我們謝謝委員來 不耽誤你時間 你現在要趕快跟上他們的隊伍 謝謝 當然加油 好 那麼呢 剛剛委員特別提到 就是關於這個 南部治安的問題 我可以看到這幾天呢 治安相當的不穩定 包括槍擊案等等事情 一直不斷的在發生 結果呢 剛剛行政院長那一段話 也是讓人家看不下去 包括情殺仇殺是難免的 不只對於受害家族來說 真的是二次傷害 那麼全民聽起來呢 也是覺得很不舒服 這位行政院長 怎麼可以這樣講的話呢 網友你怎麼看 趕快在下面留言 怎麼看蘇貞昌講的這句話 難免 來 我們這一節 國會大警長先把鏡頭交換給朋友